困局和出路 今天很高興請到三位嘉賓 去跟我們分享他們的見解 右邊的是蕭令青先生 然後就是羅祥光博士 最右邊的是周崇明先生 事不宜遲 首先跟之前兩場一樣 請三位嘉賓先做一個開場的發言 就如這個題目怎麼看 之後就會有些問題可以跟進 可以上彎去問 請羅祥光博士先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謝港大學生會 邀請我來參加今次的論壇 其實我不太知道大會為何邀請我 因為我近期都很少參加這些公開論壇 尤其特別對年青人的公開論壇 是比較少人邀請我 我心情是比較緊張的 這裏再多謝大會對我的邀請 有關香港產業政策 其中邀請的原因可能是 我近期寫過一本書 大家見到那本中文書的書名 在成品和商務 因為可能沒幫人買 現在還可以買 時間不太多 我簡單 這個powerment比較長 我講四點而已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就是我們現在的產業結構 有沒有問題 我整體的結論是說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現在的產業結構 其實我們最主要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是一個大都會的經濟 因此如果我們要比較產業結構的話 我們要比較倫敦 比較紐約 比較東京 其實跟新加坡比也不對 雖然它可能只有五百萬人口 但是它是一個國家 我們跟以色列比一定更加不對 瑞典也不對 大家看看這些簡單的數字 香港93%是服務業 不夠2%是製造業 倫敦是92%服務業 紐約都88% 這只是簡單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我們要分析研究 香港的產業政策 產業結構 是不是大過偏向服務業 因而不健康 過了路 不穩定的話 其實我們一定要看看 其他大都會的經濟 情況是怎麼樣的 第二點 我們現在是否還在用所謂不干預政策 積極不干預政策 很明顯是不是的 自從回歸之後已經不是 大家看看 九七 董建華第一任特首 已經成立科技發展委員會 九七年 九八年 差不多推出了 十個中心的發展 包括中藥港 數碼港 還有人才交流中心 成衣服裝中心 差不多十個 當然現在很多人都忘記了 再跟著 曾蔭權特首 08、09 開始推出六大產業 如果大家留意 這個所謂的六大產業 英文的文獻 就叫做 Sixth Industries 但是中文 在政府高層的官員 對外表述的時候 曾經的名字變過幾次 最初叫做六大產業 後來改為六項優勢產業 到現在又怎樣呢 現在梁山又沒有說 沒有說過 自從他接入了之後 已經沒有再說過 從這裡我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的產業政策 自從九七之後 事實上是引進了很多新的概念 很多新的基金 大家都知道 最近才成立了一個 廢物回收基金十億 都已經有意見批評了 是沒有目標的 沒有數據的 做得多少是做多少的 如果這個產業政策很簡單 產業政策就是計數而已 這不是社會政策 產業政策是經濟政策的一環 所以應該有很清楚的經濟指標作為目標 很可惜 我們特區自從九七年之後 所制定的所謂產業政策 都沒有這些目標 如果我們參考 我在剛剛出版本書裡面很清楚 我們比較了倫敦的產業政策 台北的產業政策 紐約的產業政策 上海的產業政策 大部分都有很清楚的經濟指標作為參考 這不是計劃經濟 但是那些指標作為參考 即是對GDP有幾多公年 未來五年、十年 對就業有幾多公年 還有對稅收有幾多公年 還有對出口有幾多公年 其他國家大城市制定產業政策的時候 不多不少是有GDP指標的 到最後當然做不做得到 是要檢討先知 最後是否需要放棄 或者怎樣加強 各個地方都是有不同的政策去跟進 我簡單說的結論就是 九七之後到現在的產業政策 其實眼花撩亂的 大家去看看成立了幾多個基金 放了幾個億下去就知道 我們是很清楚 政府給我們的印象是 是很多inputs 我們有沒有outputs呢 我們看不到outputs的 這裏也給小資料大家參考 就是 六大產業裏面 我們從08年開始 到13年 當然 這個文化創業產業 是有進步的 4% contributional GDP 大家看看 教育沒什麼動過 環保0.3% 13年又是0.3% 還有一個就是 測檢驗證 我也很難讀那個名字 又是沒什麼動過 沒什麼動過 其實時間不是很多 我就跳過這裏 簡單說 這麼久以來的產業政策 最大的問題在哪裏 就是事前的深入的策略 政策研究是不足夠 我們是見不到的 數據是很少 還有一個致命的就是 我們這幾屆的特區政府 的產業政策是沒有持續性的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沒有社會共識 當他制定政策的時候 是沒有社會共識 令到新的特首上任的時候 他很容易 他喜歡繼續做就行 他不做就行 而社會的反響 又不是很大的 沒有人追他掃的 沒有人追他掃 但這就是整個社會的 可以這樣說的共識 其實大家對產業政策 不是很重視的 我不知道這個觀察搞不對 一會看看大家在座中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最後只是講講前幾個結論 我的結論也很簡單 香港四大支柱產業現在佔香港的GDP 大概是60% 整個房地產有關有關的行業 大概佔10% 政府的供服務大概佔20% 我們加起來已經是90% 其實香港整個產業結構 我們最優勢的地方 就在這90% 未來的發展 持續的發展 都是要依賴的90% 是繼續提升 改善 持續推進下去 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前景在哪裏 我們前景也很簡單 香港整個經濟 一定要服務整個珠三角 只有這麼簡單 珠三角6千萬人口 倫敦是服務哪裏 倫敦是服務整個歐洲的 倫敦的服務業是服務整個歐洲 香港未來的前景 我自己的看法都是 主要是服務整個珠三角 但是當然 現在講起一國兩制 兩地融合的話 當然大家很敏感 特區政府在制裁這些政策的時候 是需要非常小心 第一當然要兼顧 本地人的利益 無論是經濟的利益 社會的利益 這個是首要的 而第二 相關的配套的設施和政策 一定要做得很原備性得 待會有機會再和大家交流 多謝大家 再請周宋明先生 可以幫忙 多謝主席 原來感覺上和羅博士的觀點都不是差極大 不過也有點差距 如果有一點時間的話 我都盡量想講一點題外話 雖然都很急 今天我是 剛好 10月17日 我第一次在台灣出書 這本書剛剛出了 但我還沒拿到 因為在台灣 為什麼去台灣出書呢 是一本比較嚴肅的學術書 當然是由中文寫的 你想想 我香港有一個合作開的出版社 我管理人問他在香港出書 他說 你這本 可能香港最多賣100本 100多本 不可能在香港出書 你想想 如果香港要很嚴肅去討論 今天這些課題 會有多少人 真的很認真 我想在座已經很認真 你想想 今天是來聽聽 你回去會不會跟進這個課題 會不會長時間研究呢 如果我 譬如我一本書拿下來 港大出版社 即是香港有很嚴肅的學術 出版社 你猜他會問我什麼 大家說 你的研究環境有多大 難道他免費幫你出 不可能 OK 第二個個案 我有個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 這個問題很重要 我想大家 舉一舉 有沒有聽過董啟章這個人 有沒有人 好 這裡多 我想港大聽到的機會 應該距離港大的機會 多一點 其實這裡是港大的 比較文學的畢業生 他現在已經接近一個地步 就是 很快會提名諾貝爾文學長 香港有多少人 看他的小說 他出了20本小說 全部都是台灣的 一本書 在香港都沒有出過 同樣的道理 香港是不是很尊重一些嚴肅文學 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要講這些話呢 其實如果他要回來港大出書的時候 我相信 也會面臨不同的問題 就是 出版社會問他 喂 你有沒有博士學位 我相信 大家明白我在說什麼 在香港來講 現在我們這個 這樣的 學術制度 基本上是 應對不到香港的發展需要 那誰應對得到呢 智庫應不應得到 你想想香港有什麼智庫 其實報紙每天都會聽到智庫這個字 CY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以前 Donald的那個 志經 也忘了名字 智庫阿珍珍玉成主席 又說搞智庫 哪個智庫可以回答這些問題呢 你想想香港有誰回答這些問題 再跟著 政黨 你想想香港現在所有大的政黨 又是誰真的在做這些嚴肅 所以我去討論這個問題 你馬上想想哪個政黨 你有印象他們會做研究呢 於是 我其實想到一個 就叫做新聞黨 我也跟他們說了 我今天會拿他們出來做一個案例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朋友過來聽 就是 剛剛在兩個星期之前 就出了他們的新政綱 很認真 因為葉劉 擺明明我後年要選特首 於是 我真的告訴你 我是推銷政綱的 待會我就會去 嘗試用這個去討論 究竟我們香港 如果在說產業 或者香港的出路的時候 政黨其實在想什麼呢 但在說之前 我還想再說一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 就是 其實我覺得他 真的會答到今天這個課題 其實主席可以考慮找他 我猜 主席其實都想過 為什麼這麼多大 百家大學 為什麼我們找我們這幾個呢 為什麼不找一個教授來呢 找不找到呢 我不知道 可以問他 但有一位教授 其實是回答到這個問題的 而且他跟港大的淵源是極大的 我相信 羅伯士 其實你是中大學生會 我記得 他就是港大學生會的副會長 以及當時的社會派的創始人 所以是 港大歷史上都是相當重要的 他就是曾樹基教授 但是很不幸 他去年已經過世了 他其實是回答到這個問題的 我覺得 很長時間 我也是很 運用他的一些 研究的結果 來做一些產業研究 很簡單來說 他在2007年 大家可以很簡單 找到他上網 他的網站還在 2007年 他最後一篇的學術論文 英文的 他提出了兩個香港的發展方向 一個叫做 資源流動論 很簡單來說就是融合 所有的資源 人才 資金 所有的東西 貨物 越流通得自由 就越好 這個就是香港主流的那個看法 也是香港政府 以至於 譬如經濟學家 他們當然是自由貿易 自由市場 是最好的 這個就是 香港一直以來 所謂的 我們那個成功的因素 但是曾教授在那篇文裡 也提出了 其實是 剛才羅伯士說了的 97年之後 由董建華開始 其實是出了另一套的論述 也可以說 其實梁錦松 現在還是某程度上的延續 當然不知道他選不選 或者 如果他選的時候 他就是會把董那套出來 而曾樹基 就會叫他做一個 叫做本土優勢論 我想 今時今日 講本土優勢這個字 其實 政治上 大家一聽就會 其實都很敏感 就是說 什麼呢 我相信當然曾樹基 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 他也不是說 我們香港是完全要 經濟自主 或者是一個閉關自首 絕對不是一樣的 而是說 在一個大的 全球化 全球貿易 或者是 資源流通之下 其實 你還可以留到什麼 是我們香港是特殊的 是相對於大陸的其他省市 是特殊的 上海 北京 剛才說 倫敦的時候 其實是在面對著 同一個問題 我們作為一個大都會 我不是說港道 不是說政治上的自決 純粹是一個大都會的時候 不過紐約、倫敦也好 你也是一樣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紐約和芝加哥有什麼分別 我有什麼 本土的都會本身的特殊優勢 他不是純粹是跟其他人去做生意 他是要 某程度上 是要 維持到他自己 他不需要靠人 他都可以維持到那個優勢 這樣才是可以實際上 可以支撐到一個 大都會 於是我可以 其實 去回剛才的一些 不同的大產業 四大產業 四大支柱 sorry 地產業 四大支柱 金融基本上 一定是國際化 或者是 是 流通的 不可能是 做一個所謂半土的金融 不可能的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但問題是其他的支柱呢 譬如物流 我們現在高度依賴大陸的 工商服務業當然也是 旅遊 越來越正是依賴 自由行 大陸的 遊客 你想想 上面打一個黑枝 香港就重甘暴 甚至乎 越來越多的這些跨境流動的 一些這樣的經濟因素 其實是令到香港的所謂支柱 包括剛才說的60% 是越來越 不是 香港本身是 越來越有它的優勢 而是越來越 別人覺得你 要點 你就要跟著別人 牽著你的皮膚走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在街上那些 金普龍藥房 是不是 如果你靠大陸的 旅遊業的時候 就意味著你整條街 應該只是開金普龍藥房 你其他東西不用做 那還有沒有一個叫本土優勢呢 在這樣的 完全是依賴外來的一個 給客人原理的一個 這樣的情況之下 OK 接著那10%就是房地產 我想房地產其實相對來說 是有它的本土性 就是說 沒有可能 全部的樓是賣給大陸的人 當然這個 剛才私家底下會說 就是 就很涉及 例如雙辣椒 是不是應該減辣 是不是應該 我們盡可能 是給大家來 炒香港的樓 這個我想 也是 跟剛才那兩方面 兩條路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抉擇 當然大陸的所有下來 樓市永遠都很旺 也可以帶動到 很多的一些 滴漏效應 很多行業都會很輕旺 但是這件事 是不是靠得住呢 是不是一定 靠外面的水口 你的房地產 永遠都不會倒 這個是有一個大問題 好 時間關係 因為我去回 其實 這個新聞檔 我剛才看過新聞檔 他的思維 我相信 跟剛才那一套 一些主流經濟學家 是非常之類似的 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他的建議 也是報紙 就是拿來做那個 報頭 就是說 其實他是支持 開這個 這個 叫做 隔屋 其實就是鼓勵香港人 無論你窮還是不窮 都有機會買樓 於是大家就有 向上流動的機會 你窮的話 你可以不要選公屋 我政府借錢給你 借到多少是多少 當然這個 20年前已經出現過 就是 所有當時隔屋的業主 基本上就全部變成股子產 當然 可能很多人已經燒炭死了 也不行 但是 為什麼他要有一個 這樣的邏輯呢 就是所有人都要 全民做業主 其實 這個理論 又是 講講講 又會向人來講大 其實這套東西 我自己 在兩三年前 開始比較專注去研究 這個房屋 和地產有關 就是王于哲教授 就是退休的首席副校長 你說沒有教授做香港研究嗎 原來不是 王于哲這兩三年出了大量的書 中文書 就是不用計算這個 impact factor 不需要去 將來想升職的時候 各不各都在校委會 因為他們去了休 不需要再去 玩這些 他正正就是 鼓勵香港八成的家庭 是有自治居所 董那時候是說七成 王于哲教授八成 越多越好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和所謂的資源流通 是非常大 因為公屋呢 你是賣不到的 你是長租的 你也不會擁有公屋的 於是你擁有那個自治居所的時候 也都意味著很多的一些經濟要素 可以流動 可以拿出來買 可以拿出來炒 於是大家就齊齊發創 我相信這個和剛才說的自由貿易 或者融合的邏輯 是一脈相承的 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應該是變成 自由市場的一部分 人材 所有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很不幸地 就會是 其實就 變成了 那些產業就像剛才說的 金譜和這個 藥房一樣 是嗎 大家一起去用那個 所謂純市場商品的邏輯去做的時候 所有樓就拿去炒 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說 我們有沒有樓住 就是說 全民炒家的時候 房地產就完全是變成了一個 去刺激經濟增長 但是不需要再說 那些樓是否需要給人住 你知道大家 最貴的那些豪宅 根本就不是要來住 要來炒的 這個其實就是經濟學家那一套 或者是 包括現在新聞黨 那一套理念 背後 它存在的問題 就是當你所有的東西 都是純粹是看 那個 投資匯報的時候 整個產業結構會走去哪裡呢 就會傾斜大量去這些這樣的 短期來說 好像對GDP很有來 但是長遠來說 你想一下 只是賣奶粉 是不是香港的 就是香港的出路呢 這個就是那個大問題 最後一點 其實新聞黨也不是說 純粹去支持融合 或者是支持一些這樣的 所謂的自由基礎政策 它同樣有說這個 所謂的 創新產業 也有說政府是需要去介入 去扶持一些 特別是科技有關的產業 這個跟羅伯士剛剛說的 是很類似的 就是說 你要市場自己生這些東西出來 是不可能的 於是 是需要有某程度上去介入 或者去扶持的 但是問題很不幸 它沒有回答到一個問題 我猜剛才羅伯士也沒有回答到呢 就是97到現在 回答了 回答了 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有生出一些新的產業出來呢 羅伯士說了一些理由 而我覺得我還會說到一個很直接的理由 就是你想想那些數碼說的 又變成了什麼 又是地產 當然 科學員 可能沒有變成地產 是吧 很多的一些這樣的資金投了下去 最終是給了誰呢 是不是給了一些 真的他願意去做創新 或者願意去到 吹傷一些生產業的人呢 或者其實最終又是去回 四大地產出 去回一些原有的幾多利益 他去所謂投資一些生產業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是為了那些產業 他是為了去撩政府那塊地 或者那些資金 當你還未解決到這個根本的一個 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 官商勾結的問題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說新產業呢 我一搞一個新產業出來 就會被人移花之木 就完全扭曲了變成一件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的答案很簡單 就是如果香港要找到新的出路 不是說拋棄了剛才那90%原有的東西 而是我是不是一定要 譬如你們畢業 我是不是只可以去四大支柱打工的呢 我是不是一定要只是幫師生 就是幫李嘉誠打工的呢 我覺得一個問題 不是取不取代的問題 而是有沒有選擇 除了五個行業之外 我有沒有第六個行業可以選擇 問題就是這個大都會裡面 其實有沒有一些空間 是容許一些另類 或者多元的可能性去發生 這個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說 現在當我們的所有的土地 都是向地產傾程 當我們所有的教育政策 都是向著一些傳統的 就是大家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些支柱去掂程的時候 是令到整個城市 是沒有了一些可以去人用一些新的空間 尤其是在說土地 或者是這個物質的空間 因為你要開一間店 你根本已經立刻面對貴租的問題 一個新的企業 一個新的行業是出不來的 這個才是整個產業所謂結構的問題 一個最精潔的問題 而這件事情 你說新產業的時候 不去處理 基本上是說不到的 另外最後一句 就是主持人不給我 我就說了一句 就是同樣地 我們在說教育 或者人才的問題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整個大學的體制 整個訓練的體制 現在叫你做什麼呢? 尤其去年雨傘運動 當然不要搞那麼多社會科學 當然不要搞 就是不要讓大家這麼有創意 如果有的時候 你們就造反 就不會聽話了 當然現在當然是講這個什麼呢? 講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 你當然就是現在 香港賺到錢的那些 如果你乖乖地去做一個技術 人才 乖乖地打回那份工作 同樣地其實教育政策 或者呢 就輸入 直接輸入 大陸最厲害的那些學生 都來了香港 不需要想香港的學生 其實我想怎樣呢? 我喜歡 我不喜歡這五行 我可以打第六行工呢? 政府理你都傻 政府訓練了你出來 就去接觸 你想搞藏身嗎? 你想在香港去 找到你自己的夢想嗎? 找到你自己的理想嗎? 理你都傻 因為香港的 無論是原有的產業政策 或者是這個教育 這個人才的政策 都是服務著一些原有的 已經是有優勢的 下去的那幾個產業 下去的那幾個大集團 接著呢 其他人呢 就麻煩你 乖乖來 你不要想什麼產業 這個就是香港現在 面對的問題 有請蕭英青先生 去發言 剛才羅祥國博士說 不知為何要請他 請我更加沒什麼理由 我書都不讀多一點 不過 都很多時候有人請我 原因就是 我讀的那些書 跟他們讀的那些不同 他們讀的那些是人寫出來的那些書 我讀天書 即是我直接在自然 在社會裏面 自己觀察 自己看到 自己做判斷 自己落結論 別人寫的那些書 其實都是二手課來的 即是人家觀察 社會觀察自然 得出來的東西 就寫在紙上 你再去看 就經過三次扭曲 第一次那個人 觀察錯誤 然後他就表達錯誤 不是一定錯誤 有個機 有個機 觀察錯誤 表達錯誤 然後你就理解錯誤 三次之後 當然 不知變成什麼 我小時候讀學 所以多數都是到處走 有自己的觀察 有自己的觀察 對不對不知 起碼未必完全跟別人一樣 今天的題目就講 產業結構 你們比較集中就是 講產業政策 政府在一個社會的產業 演變過程中 政府扮演的角色 我自己看到 至少香港在現在這一刻 不是純粹是政府產業政策 會可以對香港的產業結構造成 幾大影響 雖然羅長哥說 現在政府都識度有違 不知識度有違 但香港未曾發展到 領袖揮手我前進 你說你在處有違 做生意的香港 基本上還是 free enterprise 都是自由企業 自由企業有它自己的選擇 當然也受一定時空的限制 大陸做生意可能要研究 然後第幾個五年計劃有什麼政策 我所認識的做生意的人 很少來研究政府的產業政策 我這裡都坐了三十多個人 我相信沒有幾多人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採氣也浪費 他有他自己的生意的特長 他有他自己對時空的判斷 他有他自己的強項 不是你叫他做哪樣做哪樣 所以這個世界既是有他組織的成份 亦更多是有自組織的成份 我們這個世界很複雜 很多的因素同時在一起作用 每一個成員有他自己的選擇 有他自己的行為 他們有互相影響 互相交換信息 各自走自己 你認為是可行的路 所以我自己認為香港的產業結構 過去的發展 與其政府的政策所導致 不如說是香港的企業 因應時代的轉變 在這個時空下作出的選擇 慢慢形成現在的狀況 剛才未開始談開 跟李同學說 李同學我相信是比較本土主義 很強調香港不要再依靠大陸 各種都受制於中國 但是對於做生意的商人來說 他沒有說喜歡依靠誰不依靠誰 在六七十年代 香港剛剛開始有自己的輕工業 他只是看哪裏有訂單 哪裏的訂單價錢高 他又接哪裏的訂單 他沒有說在中國南大門 他先要支持中國 就做中國生意 當時一窩蜂都是做美國單 歐洲單 沒有那麼雲大的考慮 他是自己生存 自己逃利 慢慢形成了由一個鑽口為主的產業結構 變成輕工業產品輸出的 一個生產輕工業產品的衷生 到了中國內地改革開放 釋放了農村的勞動力 那邊便宜家去那邊生產 你說叫他不要上去設廠 那他在香港有人選擇在香港 他是不是為了支持香港 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選擇的結果 就是導致他的生意越做越小 在上面開間山寨仔的 變成越大 請幾萬元 剛剛前一輪 城大有個引捐了兩億給他 他在大陸 香港人在大陸開玻璃廠 現在電腦 流動電話的螢幕那塊玻璃 他做了很多這些訂單 他自己有創新 有自己的科技 在維州有百萬多工人 在深圳都有兩三萬 十多 十一萬五工人 他原本都在香港設廠 但如果他在香港設廠 有沒有機會做到這麼多 香港現在找五萬工人都難 全部加起來 不知道多少 我不記得 但是這個是一個土壤環境 香港決定了做生意的人的選擇 他不可以他自己想 到後期工廠不移了 香港選擇做什麼 就是做服務業 這個其實是一個進步 如果是服務業的增值 其實是大過工業的 通常工業大過農業服務業 又大過工業服務業 裡面的專業服務 又大過普通的旅遊 即是零售 物流那些服務 變成香港自身的 不要說做生意的人 香港生活在香港的普通人 他都影響做生意人的選擇 因為你們循例社會 不是說老爸做哪裏 兒子又要跟著做哪裏 以前大陸就是要老爸退休 才給你一份工 香港是自由選擇工作的 我想開工廠我都請不到人 最近我接觸太古下低的港機 飛機工程公司 本來整飛機已經是比較高級的 我中學畢業之後 曾經都去過遠東航 東學校想學整飛機 但是… 但… 因為我後來有其他東西搞 就沒有讀下去 但都當成是一個挺好的出路 最近我去郭泰光他們做些培訓 我聽他們說 連港機工程請人都聽不到 有培訓有底生都一萬幾二萬 就是因為他帶少少難領的性質 他被人以為是難領 他都請不到 所以是否有政策就行 現在是否有個人有心去發展工業 就做到呢 年輕人不做 現在社會上很多年輕人 我接觸都說搞復奸 我也有支持過一些人 我在內地農村 我也有搞復奸 有搞支持農業合作化 但是在香港 真真正正 不在業 肯去做農民的有多少 所以農業 你們復奸搞來搞去 其實都是懸疑狀態 就不是真的一個產業 應該本土自己供應自己的農產品 講就容易了 你一完食一兩次就行 如果你真的要七百萬人 自己有蔬菜供應 不是講那麼容易 我也有朋友 他就叫做公余 他當然也得益於做金融 四十五歲取到休 要贖罪 整個農場自己奸 他隔壁那些年輕人都奸 是開頭兩三個月來 現在生了摘草都沒有人來了 所以做農民是很辛苦的 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所以變成 你是不是說要復奸就可以復奸 要做工業就可以做工業呢 即是產業 你說要多元化 其實不是有理念的人 有一套設想 社會就會變的 社會的變 是周遭的環境 眾多人的選擇 是演變出來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世界 是演變出來 多過計劃出來 多過靠偉大領袖 編排下出來 現在我們年輕人 每個人都有做偉大領袖的傾向 他們都是一套宏觀的理念 設想一出來 就希望改造社會 我第一個不接受你們改造 我一定抗拒改造 我是一個獨立的人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幹嘛要按照你們的思維去生活呢 所以香港人 其實大部分人都已經 這麼多年來養成 自由 自主 不接受擺佈 所以想這麼多 在學校面搞產業結構 完全世界是另一回事 我自己看到世界的產業結構是怎樣的呢 其實整個世界來說 基本上都是一個三角形的結構 三角形的結構是怎樣的呢 最基層的最多的是農民 上面就是工人 跟著就是專業人事管理人員 最上面就是一些期間 當然這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結構 現在社會主義不剩下多少 剩下古巴、北韓 中國大陸就不是社會主義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其實完全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 應該是國家資本主義 跟官僚資本主義的結合體 所以整個現在的世界 基本上都是資本主義的產業結構 大部分國家想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呢 最強的國家就是佔頂部的一個陵營 即是他最佔那邊有佔領的陵營 其他那些就做一些小的三角形 撐著這個陵營 香港呢 剛才羅博士都說 學紐約、倫敦 就是想做一個陵營 想做有企業家、有專業管理人士 就少一些農民、少一些工人 農民就沒有了 所以是靈營下面那個叮叮 其他那些工人都給別人做 中國有13億人 不到他完全不做工業 不到他完全沒有農業 即是他們都要解決那個糧食至及 這個國防、國家安全的考慮 所以他一樣要有農民 一樣要有工人 但是瑞士或者一些歐洲的小國 他就可以搞金融、搞專業服務、保險 就盡量少做工人、農民 這個就是大部分有條件選擇的國家 產業結構都是朝那個方向去的 所以香港呢 如果是發展 是順利 符合到大多數香港人的選擇的話 將來的產業結構都是一個零形 就不是一個三角形 即使做三角形都是高一點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說不想搞金融 不想搞地產 可以的 現在香港很自由的 沒有人叫你搞金融 大家又不要做金融出來 抵制做IBank 我女兒都不做IBank 這是她的選擇 她就承擔不做IBank 沒有IBank的Pay 每個人都可以的 沒有人逼你要做金融的 但是整個 香港這種金融中心 因為國際大都會一定是有金融的 一定是有金融的 因為她有得做 一定有人選擇做金融的 那地產有什麼可以做呢 反而我認為是整個香港的土地政策 造成的 如果政府的政策 能夠供應土地充足 有一部分的土地是專門為本地人的需要而設 就可以將投資因素排除出居住因素之外 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排除出 排除到投資因素 但有一部分 比如搜紙用地 是可以將投資因素排除出去 只要你規定那個 建出來的樓的銷售對象 已經解決問題了 具體的就不說那麼多了 就是說一個城市的產業結構 不是純粹政府打釋的 它是企圖透過它的政策 去推行它認為最適合社會的東西 但社會裡面的成員 由個人到企業 他們都有自己的選擇 那麼多人的選擇會在一起 才會變成現在香港的這個產業結構 我們作為學者 我說去理解了解 好過想一套東西去指導它 這個是我其他提 多謝 不好意思 那我就有個根權的問題想問 剛才西港者就著香港的經濟的 產業結構有兩張觀點 所以崇明先生和羅庄國博士 比較著重在可能會提及政府的角色 留出一些政府的政策 所以崇明先生還有一個比較自由的 產業是一個大家自由去選擇 可能一些不同的企業 但是香港過去也是很長時間 被一些外國的組織去評為一個很自由的經濟體 這些方面的確是有在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假設政府可能是不在政策方面去做一些功夫落物的時候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的問題 社會的問題存在 包括了可能是社會流動性的問題 或者是不同的這些問題 或者是樓價高 或者有人說地產敗 這些都是一個產業別構 就是自由去發展之下 會出現這些問題 那想問一下西亞嘉賓 如何去理解這些社會問題 或者是又可以怎樣解決 政府應該有一個怎樣的角色去做 多謝Colman 其實產業政策是非常複雜的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去說 因為無論是傳統的經濟理論 知加哥學派的理論 或者其他相關的 經濟發展或者經濟增長的理論 其實都沒有一套完整的而周密的經濟理論 是幫助我們分析這個產業政策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當行者來說 差不多他說什麼都可以 他說什麼都可以 他說做也可以 他說不做也可以 當時我分析多了一些 究竟之後的比較積極的產業政策 其實是給大家理解現在的狀況是怎樣的 不是說我贊成和支持那些政策 其實我給大家看的PowerPoint 裡面也有很多事實給大家參考 就是很多有關的政策 如果我們在這十幾零檢視它的成效的話 我們完全看不到它的成效 也都是犯了很多的嚴重不斷出現的錯誤 錯誤一次又一次沒有改善過的 我整體的角度其實都是說 香港作為一個主要的市場經濟 其實政府嘗試推動積極的產業政策 去改變或者引進某一些產業 其實成功的機會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特別是講重新科技 因為可能早快又有一個新的局長 梁振英特首就特別訪問以色列 又說看別人的高科技是怎樣搞的 其實我看香港特別是高科技的政策的話 其實香港已經完全喪失了 是這個產業的先機 因為如果我們看南韓、新加坡、台灣 我們不要說日韓 它們的新產業的政策 它們高科技的政策 其實它背後是一個很龐大的 我們看得到它是一個很龐大的軍事工業 重工業、造船工業、化工、精密金素工業、高端的電子工業 還有石油業、有些國家還有汽車業 其實這些全部是高新科技的產業 它們的一個集群在那些經濟已經在以往的二十年三十年 是啟動了和建立了很強的基礎 香港是有沒有能力在現在這個階段開始 去和它們競爭呢 在地域上面 我是比較悲觀的 我答案對我自己來說很清楚 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我們缺乏人材 缺乏工人 缺乏土地 缺乏技術 缺乏市場 市場是很重要的 我們缺乏市場 當然特區政府也有很多政策上市 特別是科學院、工業院 也透過大學加強了很多科研的研究經費 但到現在來說 我們看不到成果 我個人會問 如果我們有新的局長 就算讓他做兩任做十年 大家是不是有信心 十年之後 我們是能夠有一個成型的 創新科技工業 我是比較悲觀的 我簡單地回答 Grooman剛才說 我們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之下 我們也是面對一些社會的問題 土地是最關鍵的 雖然現在的特首他專長都是 就是房地產業的 他是surveyor 但是似乎看上去 這幾年 他都是沒有能力 能夠比較 有系統的 擴闊到我們能夠有用的土地資源 我認為未來來說 無論誰是獨特首 最重要來說 是能夠釋放那個土地資源 這不只是房屋 無論我們有任何產業 政策的發展 都一定需要土地 無論我們在說私家醫院 無論我們在說私立大學 或者新的某些科技產業 都是要土地 物流員 又是要土地 比較可惜 我們在土地的問題上 一直纏繞著我們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土地的政策 一定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一般的市民 就算是專業的人士 基本上是沒有能力 在這個產業政策裏 是做到任何有效的處理方法 另外一點我再想補充說 噴夫懸殊的問題 一定是非常之嚴重 大家都看的數字 2011 0.533 明年2016 快要做by census 到時可能一百年 出的數字又會更高 其實就算是這個0.533 香港這個數字是偏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如果去比較 歐美國家 人家計算 income 是計算 total income 即是sharing interest income divided income rendal income 全部都計算下去 香港計算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印象 香港如果計算 genical definition的時候 是在用人口調查 裡面的income 那個income是怎樣的definition 那個是salary income的definition 即是說 很多大富有錢佬收息 收股息 都沒有計算下去 沒有計算下去 如果計算下去 那個數字一定更驚人 一定更驚人 但這個也要補充一點 我們經常引用 World Bank 將香港排第一 就是那個 貧富懸殊的情況 是最惡劣 其實這個也是不合理的 跟我剛才說一樣 如果我跟美國比 跟中國比 因為它拉勻的 它拉勻的 美國除了紐約 L.A. San Francisco Chicago 可能人工很高之外 美國還有很多州很窮 但如果你計算整個美國的 genical definition 它當然是拉勻的 如果我們要比較 其實我們一樣要比較 倫敦 紐約 東京 的genical definition 是多少 有沒有人看過 這幾個大的都會 的genical definition 是多少呢 不會低得過香港 如果我們真的看大都會的genical definition 是不會低得過香港 所以香港的genical definition 高 其中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們是大都會 大都會的經濟結構 走在師兄所講 有一個頂層 李先生已經突出來了 他有多少人才拉勻 其他外國大都會有同樣的情況 最後補充一點就是 產業結構和香港社會的問題 有什麼關係 我大膽地說 其實關係不是很密切 即是說 就算特區政府如果有一天 能夠將創新科技產業 移交GDP共演 剛才給大家看的表是0.7 就算它增加到1.7 但是如果有一天 等不等著我們的貧富懸殊的問題 有改善呢 我大膽地說 沒有關係 所以要改善貧富懸殊的問題 是用其他方法去處理 不是用產業政策的方法去處理 可能要加稅 大量去建工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我是做過文協的副主席 做過10年 即是基哥就是我領導來的 大家都知道 不好意思 你肯跟新聞黨賣廣告 我都去跟文協 不是賣廣告 基哥輸定了 這個意思就是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說 產業政策 和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 我們應該分開來看 香港有龐大的財政業務 我們現在的稅率非常偏低 但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更多的資源 無論放在 退休保障 促進婦女就業 改善居住環境 我的答案也很簡單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很簡單兩句 其實我是非常贊成 詩先生剛才所說的 香港人應該要有 那種獨立思維 自由自主 只不過那件事很不幸地 其實三四十年前有 去到現在 大家已經慢慢不太記得 尤其是 我也是在大學教書 其實同學都不太記得 而這個問題 就不是說 政府需要不需要 一個很積極 很主動的產業政策 問題就是 政府有的時候 都是去回 那幾個大集團 就不是去到一些 真的有需要去 搞創新產業的一身上 這個是 政府介入的時候 那個死期 基本上 都現在是解決不了 所以 亦都是 剛才羅博士說的 怎樣才可以 重拾這種 獨立自主精神 最簡單就是 其實就是 因為土地政策的扭曲 我要搞新事的時候 沒有地 或者是 就算你搞什麼圓 什麼圓 就是剛才說的 環保園 其實最終又是 只有 不到十間公司 都可以進入到那個樓盤 的 就是說那樣東西 其實又不是真的 一個創新產業 又是 益上多少利益成 這個才是 現在那個土地政 扭曲而導致 到所謂的 那個產業的 方向 沒有出路 一個就是土地 第二個 我剛才也都已經 說了 不重複 就是教育政策 也都是不鼓勵 年輕人來到去 發展一些 創新產業 而是服務原有 一些所謂的 傳統產業 這個也是 令到大家 忘記了那個 所謂 獨立自主的精神 這兩樣東西 令到香港沒有 一個產業出動的 主要原因 我也會回應幾句 剛剛 有說過 關於 地產霸權 我自己覺得 將香港問題 指向地產霸權 是簡單化的 即是 以前大陸 以為鬥倒地主 人民有幸福 差不多 那麼 香港的問題 基本上 和資本主義世界的 主要問題一樣 是分配問題 為什麼會有貧富原儲呢 是分配 不公平造成的 如果只是說 分配不公平 分配不公平 出現在哪裏 我發覺就不是 很多人說 現在解決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即是 最低工資 或者政府的福利 抽稅 那邊已經是第二次分配 我認為出問題 最嚴重的就是 首次分配 哪些是首次分配呢 即是 社會的財富 首次生產出來的時候 那個產權 應該屬於什麼人 現在 香港和大佬有一樣 都叫股份制 因為現在社會的財富 生產不同 首列時代 一個人自己打獵 打到回來 現在是 用企業 有組織的大規模生產 所以生產出來的東西 現在 只是屬於 投資者 即是有股份的人 拿到Dividend 但是 財富生產出來 是不是光有資本 投入就會生產財富呢 不是的 你將筆錢所落 隔萬兩年後 拿出來會不會多呢 不會的 一定有人的因素在 我的馬克思主義 即是 有人的努力 有人的創意 勞動創造財富 即是 工作人員 是有份去創造財富 但工作人員有沒有分享呢 有 就出了糧給你 但是出糧 是跟人力市場的平均價掛鉤 就不是跟你生生財富掛鉤 所以 如果你只要把這個首次分配的問題解決 就是 應該讓 參與生產財富的人 真正是持份者 可以分享到公司的利潤 這樣就徹底解決問題 所以現在是資本霸權 我不知道你們被哪個煽動 就矛頭挫指 最根本的問題都不敢應對 所以我覺得 同學 如果真的要批判這個世界 改造這個世界 你要先先研究資本 在這個產業過程中 在生產關係中 扮演著什麼角色 只有扭轉了 讓工作人員有機會分享成果 才是真正解決貧富懸殊 也可以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 現在社會去到某個程度 經濟周期要蕭條 就是因為需求不足 為什麼需求不足呢 因為錢去到有錢人手 即是投資者手裡 他們洗來洗去都是那塊銀紙 面頭那幾張 還拼命找塞在下面 中間都未洗到 什麼時候洗到下面 沒有人洗出來便沒有需求 但如果你分了給工作人員 窮人很多東西買 你問李嘉誠有什麼東西買 家裡什麼都有 不知道買什麼好 給公屋的分到一些 大把東西買 所以需求會出現 產能過剩的問題會解決 資金沒有出路 要搞一些衍生工具給人投資 搞到金融海嘯的問題都會解決 所以關鍵是在首次出現的財富分配問題 我建議年青人研究一下這個問題